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今天的开市感浪 我是郑瑞敏Michelle 首先跟大家跟进 歐美股市格晚的收市表现 美股经过上日急跌后回升 另外投资者观望企业贵度的业绩 道瓶斯指数从上24000点 最多升400点 收市升幅来为收窄 报2400033点 升389点 升幅1.7% 标准普尔500指数 收市报2614点 升32点 升幅1.3% 科技股普遍上升 纳斯特克综合指数 收市报6941点 升71点 升1% 亚马逊升1.5% 市场预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公司的批评 不会引发政策调整 苹果和微运升1%或以上 Tesla表示 今年无需籌集更多资金 股价反弹6% 但今年以来 仍然是累积下跌14% 另外 首日上市的Spotify 升近13% 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表现 港股美国预托证券普遍上升 汇控ADR教本港收市价 接合上升0.94港元 报74.48 升1.2% 中移动 收市报73.18 升0.8% 中联通 10.09 升1.3% 中人秀 21.71 升0.2% 中海有收市报11.18 升0.3% 中石化7.17 升0.4% 中石油5.4% 升0.6% 腾讯ADR升近0.2% 接合报410.03% 和大家看看欧洲股市收市情况 英法得股市假期之后服市全面下跌 环球贸易局势紧张 加上大型科技股售压 不利大市气氛 倫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报7030点跌26点 法兰克福德克指数 收市报12002点跌94点 巴黎克指数 收市报5152点跌15点 接着看商品期货情况 油价方面 油价上升 主要受到技术性回升和美股的反弹带动 但市场预计美国产量增加 原油库存将连续第二个星期上升 限制油价升幅 纽约汽油收市报每桶63.51美元 升50米先 升幅0.8% 伦敦布兰特汽油收市报68.12美元 升48米先 升幅0.7% 其后 美国石油协会公布 上周美国原油库存 出乎意料减少330万桶 汽油库存增加110万桶 市场原先估计减少130万桶 正流油库存亦意外增加220万桶 金价 金价回远 主要是受到美元上升拖累 加上美股回稳 纽约期金收市报在每盎司1337.3美元 跌9.6美元 跌幅0.7% 现货金报在1333.33美元 看看汇价 美元对日元和瑞士法郎上升 美股全面回升和市场的风险 愿意改善 带动美元回稳 另外 市场聚焦美国本周 稍后公布的3月非农就业报告 和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讲话 美元指数升近0.2% 暴在90.206 港元对美元买入价7.8473 日元106.51 欧元1.2277 英镑1.4081 瑞士法郎0.9582 加元1.2795 澳元0.7686 纽元0.7257 和大家看美国国负债券息率 10年期的债券息率是报在2.79 30年期的债券息率是报在3.02厘 今个环节我们请来Stanley和你跟进美股里面 Stanley早上 你好 先看美股 美股星期一的时候 因为中美贸易战升温 和科技股插水急射 隔晚强势反弹 期间总统特朗普 都继续插亚马逊 去炮轰它 令大市升势 可能放缓了一点 但是最大的音乐传流软件 Spotify直接上市升了13% 都非常利好大市的气氛 其实现在看市场 贸易战的阴霾还是否在 这次反弹会不会短线一点 其实你可以说现在 美股的行情如何走法 都真的几百五十五十 因为以科技股的行情去看 昨晚是不差的 甚至不差 至少特朗普再出来炮军 亚马逊也好 因为他价格还要有多少稳 即是还有一个反弹 但是大家可能有个心理准备要预计 就是可能每一天的开市之前 特朗普可能都会先说说 他最差的是如何呢? 他在Treator打电话 他又不是说的 所以有时候你又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打亮出来 你会见到市场的反应 是真的会那一下 即时会有些反应 因为其实亚马逊的股价 昨天虽然说收市是一升 但是中途的时间 其实好像过餐车 你说盘前的时间 其实是要升开的 特朗普一说完那些东西之后 Twitter打完那些东西之后 他那届马上倒跌回去 而且昨天的时间有一刻 那一刻跌幅有多大 但是很快又有个反弹 还有最后也可以说是 保持着这个声势 叫我收市 但是整个气氛 甚至乎你可以说 特朗普这些做法 对于市场来计算 是一定的叫做是戒心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突然间 又会再出声 又会再出声 你又不知道我说些什么 可能这一刻 大家还是觉得 就是说 还是很轻轻的 但是你转过头 又不知道他去搞哪科 这是比较可惨的 而且这一回合 你可以说他针对着亚马逊 你说现在有说 他可能说什么邮费 有些东西 你转过头又不知道他说什么 所以这一刻是烦 而且是直接导致到 就是说 科技股的状况 比较差一点 因为你看看S&P里面 其实有25%的公司 都和科技相关 所以你说 如果你说假设 那个气氛是差的时候 真的会令到S&P也好 Lasda也好 甚至乎 你说Dow也好 都会有个很明显的震荡 但是你昨天说 好像Spotify 上市没错 因为他那个做法有些特别 他叫做 就是一个叫做 昨天的时间 在Lasda那边 订到一个参考价 是 然后叫做 开市的时间 他没有进行IPO 没错 第一口价其实是高的 一百六十多 一百六十点多 美金其实是高的 但是收市来说 有得升 都算是不差 因为这一排很多 我们说 如果你说其他公司 一些IPO 你见到的了 很多时候一上市 立刻潜水 包括好像外企 那些全部都做得比较差 所以你说Spotify 都算是收货 OK的了 但问题是 美国的行情 比较复杂在于 第一 你真的不知道 Donald Trump下一步 玩些什么 第二 你现在见到 这个叫做 就是 迷智那边 今早的时间 在收市之后 才公布那一系列的 升等出来 没错 所以你说 今晚美股有什么反应 这个可能今晚才会知道 但是你可以说 暂时来说 他做这些动作 我想对于市场来计 是一定的 担忧 因为本身 明天有浪漫的数据 所以美股的行情 我自己的看法 其实是很难 你可以说这一转 挺难捕捉 但是就看下 这个科技股的情况 因为 好像昨天都提及到 常说 道士 或者美股的 未来发展的关键 就是说 这个科技股 能不能再有 一些比较好的表现 因为如果你的科技股 好的时间 你那个叫做 整个大市的气氛 应该就不太差 但相反 如果假设 真的出来 好像 科技股 比较大的震盪的时候 我觉得美股 你有道士 有什么都好 可能独善其身 还有大家 一个市场上 可能会对于这些看法 可能会变得比较悲观 所以暂时 没错 所以暂时 你只要可以说 美股昨晚这一刻 有些反弹 但这个弹势 是不是已经 反映整个市况 变得比较乐观 我觉得还是言之上早 好了 再说一下港股 其实港股昨天的局势 都比较波动 昨天就先低后高 因为这样隔晚 美股又反弹 今早回来 其实就 竞价时段升过64点 现在的升幅就大幅收窄了 因为刚才都升过80几点 现在剩下 其实都剩下 没什么升幅 最新报在30,180点 是不是都是因为 贸易战的因素 搞到大家都觉得 比较悲观一点 少少 其实上中指也是 上中指今早的时间 都可以说是高开 但现在的升幅 都不断移动 没错 你看到香港这一边 刚刚叫开市的时间 你看到腾讯、平博 这些全部都做得比较好的 但现在一转过头 又再跌下去了 但你说是否反映 其实出现了这些状况 反映到市底 香港的市底 似乎就不太好 只要可以说 三万点南下的水平 是有支持的 但你看到它 就不能说有些比较 好像大阪 大阪的突破 又真的看不到 难一点 而且我想像这一样 大家都正在消化中 因为今次多的时间 你可以说 美国就出了一招 美国那边 已经有500亿 有些货品 有500亿的关税 含抗1300种 包括很多工业技术 运输 医疗产品 征收25% 就是你当这一招 跟科技的敏感度 比较高的一些範疇 但是中方 其实你见到 马上都出了一些 挺强硬的回应 没错 都说会动在相应的措施 当然这个暂时还没做 其实都可以清理一下 因为虽然今次 他好像说到 已经有个清单出来 但是未正式推出来 他应该到5月中 读了一段时间 他才会 如果真的要推的话 是5月中才正式公布出来 要做这一件事 而且你说现在中方那边 其实都已经是 向WTO投诉 即是说投诉 美国有这方面 一些单边的做法 所以你说究竟是 最后推还是不推呢 我觉得有计划的 没止于说 这么悲观主的 不过他经常说 气氛上 因为这段时间 变了很多的不觉定性 现在存在了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情况 是两大经济体 就是中国加 美国这两大经济体 去到这些动作操作的时间 对这个经济的影响 其实都挺 有挺大的打击 当然说是对外务方面 对内的 我相信自己中国 都搞定这些 自己内需的话 有些帮助 还有这一段时间 我想想想想 都有一些 可能这些板牌是受惠的 但问题是 对于这些贸易战的情况 我想对于气氛上面 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暂时没有 你说港股都是 可能是三万点为止 当是跌不穿先 但是你要向上 你看到三万点 五百点为止 我觉得都会有点勉强 所以这一段 听到隔期 所以变成了今天的时间 你愿意大市 都在延水平 你为止 拉它先 刚才说到 可能有些板块 会反而受惠 因为说到 通常大市波动 大家买金是避险的 都是的 现在又不流行买金 现在好像流行买内需股 是的 没错 内需这一排的表现 相对比较强 当然你说哪一只 好像你说是蒙牛 这些 今早都升得多 现在升幅就收窄一点 是的 蒙牛这些 反而相对来说 是比较强势 这一排的时间 因为最主要公司 之前出来的业绩 都叫做对板 都叫做OK 这一只 我觉得有机会 可能会跑出 但要留意 不是每一只都 可以穿这个情况 就是 好像之前 你说 康师傅 黄黄 甚至同一这些 你见他们的业绩出来 其实不算特别飘轻 是 那变成说 可能要选择内需版块的话 多能得借蒙牛 我觉得可以考虑 其他的内需版块 似乎能不能够加价 但是你看看他们 现在面对的问题 就是说 完全的价格升得上去 但是价格又加不到 同一时间 靠些什么 可能叫做 让业绩比较美 就是靠一些 我们说叫做 减生的成本 就是其实你开完 做不到 这一刻是比较麻烦 所以如果你要选择内需版块的话 那没错 虽然蒙牛是贵的 现在这个位置 我都觉得很贵 不过你要选择这个版块的话 都是以这一只作为首算 就是你要避险呢 你都没什么办法 都要去 都要有避险呢 这一只 有一个避险的概念的话 反而这样说 就是说一些 和一些叫做海外的业务 那个占比不多的一些 叫做版块 那些什么为止不多呢 你好像中国的 是 这些相对比较安全 没错 所以你看到一些资金 这一阶段都有一些叫做 都流入来人股 都流入来人股 没错 是的 这些版块就好像变相 有些钱 叫做是追回这个 追进去 不过这些又个别 还有 通常当这个国民战这一堂 这一堂 遇过天青的时间 又不准这些钱 才会出回来 但是暂时你计算 短期 我觉得有些 ok的短期来说 ok的 另外我见到信光这几日 都很聪明 今天回来都是领跑男生 在这里 最新增加1.4% 保温145.9% 是的 这阶段是否都强势一点 可以考虑一下 其实我们这样说 它的股价这阶段是比较短的 最主要是因为大家 可能之前担了这个 就是不是账 可能对于这一堆的 叫做是科技类的版块 一些的影响 但是严格上 信与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它本身的客户 就是一些 可能是华为 或者是小米这一堆 而且本身 你看看公司的管理层 它对于今年的出货量 都是相当正面 可能是华为也好 小米也好 有些旗男机会推出市场 那些机器 基本上 对于相机的要求 相对比较高 所以变相之 对于公司的发展 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帮助 而且看公司 现在有些7P 甚至乎 之后 3D center的镜头 那个ESP 那个单价 其实是会比传统 就是比过去的镜头 都一定是高很多的 所以按道理 其实它的前景 是不差的 所以没有 这些位置有机会 Stanley也是大好友 这次我也有心得研究 而且没有 这些价位你说 就是不介意 当然会剪这一下 或者市况是有些影响 但是如果这个股价方面 140以下这为止 我觉得OK的 看看有没有机会 拿下去 都可以 分着它 开始靠一下 这些可能偏内需少少的 一只科技股 有少少的 没错 今天时间差不多 和Stanley聊到这里 上述股分有没有持有 有亚马逊 有腾讯和信誉 好 我们稍后再有更多直播完节 稍后见 以上资讯由要财文Hunter提供 提供